血癌案例 一开始我的症 就是因为怀孕 两个月 然后去医院抽血检查报告出来 然后那时候白血球 异常就是五万四 正常的标准是在五千到一万 那我突然就是 那时候抽血出来是五万四 然后当下那个妇产科的医生 他马上当天又叫我去抽血一次 那一样数字很高 所以他马上叫我转诊到那种 血液肿瘤科 后来血液肿瘤科 我过去血液肿瘤科的时候 他马上又帮我抽血 变六万一 过两天 然后六万一的时候 当天那个医生他就跟我说 第一你要保留这个孩子的话 就是七八月 六七月他已经成型 你要赶快把他生出来 然后马上接受标靶的治疗 因为你如果没有接受标靶的治疗 你的指数一定是一直标高 然后第二条路就是你马上接受治疗 可是孩子不能够保留 因为孩子要马上处理掉 你如果孩子没有处理掉 当你吃这个药下去的时候 你的孩子可能会畸形 会畸形 还是会有一些残缺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我们听了都非常的害怕 如果说你还是要继续怀孕的话 你也不吃药物 那你还要继续怀孕的话 你这生产的过程 就是你要生产的过程 可能会有大量出血 还是中风的问题 这个都是很高的风险 我就五月中旬的时候 跟我先生我们就去台北基金会 然后给张医师咨询 然后去的那一天 张医师告诉我 他跟我说 妈妈你可以放心 相信张医师 他跟我说只要我认真喝姜 然后热敷按推 这个宝宝一定可以很平安 很平安的生下来 他会很健康 然后那时候张医师的这些 哇 真的给我很大的鼓舞 好 谢谢张医师 看到你我也很高兴 真的没关系 太游戏了 真的 我就说已经 因为那时候师兄 他们去帮我们拍照 我说我一定要再来看张医师的仪式 我要当面谢谢张医师 真的 如果不是你 如果那天去年的5月16号 你当面跟我说 叫我要放心 叫我一定要把孩子留下来 真的 其实我们那时候都非常的害怕 什么 因为那时候就是被西医 已经讲成这样子了 他就是马上叫我们要做决定啊 是是 对啊 甚至第一个推肩被医生 他就跟我说 你就是先把孩子除掉了 你赶快先管理自己顾起来 是 对啊 可是那时候张医师 你就一直告诉我 绝对没事的 对 谢谢张医师 谢谢你们 来做这样的见证 谢谢 真的感恩你们 我更感恩张医师 真的 谢谢你们 最后我还是要再感谢张医师 还有基金会所有的志工 还有钟老师跟曾老师 他们无师大爱的奉献 真的很高兴可以接触到原师店 让我们有一个明确的路可以走 幸福的人生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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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